所以今天跟我们同级的可能就是加拿 包括泰国 科斯塔利卡 这样的一个国家 试想想马来西亚 我们曾经一度是Category 1 而且我们在过去保持这么多年的记录 对于这样的一个将军 政府还是报纸不用结果 还有一个12个月 然后再重回到Category 1的话 我想我非常失望 其实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今天大家想想是FAA本身做了这个决定 跟美国 我们的班次要增加到这个美国去是不可能增加的 但是想想如果中国 印度 这个EU 这个欧盟国家 也来这里做像是FAA的这样的一个audit省级的话 你看看我们的航班的这个损失 或者是能够增加航班的那个职力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政府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会很努力在未来12个月 我从回PATV1 但是不等于说你一定会做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